大家好,欢迎观看这一期的Super X案 一处到密室杀人案,很多朋友会想到动画片《名侦探柯南》 里面有几集《密室杀人》确实很精彩 但再好的编剧也编辑出真实的案件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这档起案件 美国作家尤金一字死亡案 现场之诡异,案件23年来始终成谜 且警方的最终调查结果难以服众 国内的报道都说尤金一字是黑人 经过我查阅大量国外资料 实际上他是个彻彻底底的白人 甚至没有黑人血统 希望大家不要轻易相信网络报道 有些小编没有认真查到信息 就随随便便写了一篇报道出来 这么做是对观众的不负责任 尤金一字生于1953年 在美国地三大城市芝加哥 被虚有的父亲抚养长大 小的时候他因为犯罪而入狱 在十一岁时候 一字从高中辍学 后来入伍 退伍之后 他进入伊利诺伊州当地的钢厂工作 同时他设法获得了高中同等学历 他就是在这段时间开始写作 后来他辞掉钢厂的工作 专心写作 立志成为一名作家 一字的著作是典型的犯罪小说主题 1996年12月7日早上 寒冷的芝加哥大街上 路人惊骇地看到一栋楼 十四楼窗口悬挂在一个人 脖子上拉着绳索 在寒风中摇摇晃晃 那正是43岁的犯罪小说家 尤金一字 很快警察到达现场了 尤金一字死的地方正是他办公室的窗外 整个人被一根绳子 拉着脖子掉在十四楼外面 而绳子的另一端则通过窗户绑在室内桌子腿上 警察把邮件搬回办公室后发现 他裤子里揣着一张支票 他身上有481美元现金 另有三张磁盘 磁盘里内容是 一字当时正在创作的一本 八百页真杆小说的手感 而小说手感中的片段 竟和这起现实中的密室悬案 出奇的一致 他死的时候身上穿着防弹衣 大一的口袋里有一个打架的铁质的纸环套 一罐辣椒喷雾 另外在他办公室的地板上 警察找到了一只未被使用的 点三八口径手枪 里面还装满了子弹 另外桌子上留有未完成的手稿 办公室内有明显的打斗痕迹 墙上有个小洞 似乎是搏斗时候留下的 这也说明一字有可能是被他杀的 警方还发现了很多笔记 记录着一只当时接到的威胁电话 一只去世前曾与芝加哥退休警察联系 他曾经让退休警察听他的语音邮件 里面有位女士说 他背叛重罪 到年底将被吊死 一只死之前很认真地对待威胁 他将家人搬到安全的地方 并开始随身佩戴枪支等各种武器 并且在办公室睡觉 一只的办公室位于大厦的十四层 凶手很难做到发案后 从大厦十四层窗户逃跑 而办公室又是从内部反锁的 警方经过现场测试 排除从外部反锁办公室可能 因此这符合密室杀人案的特征 警方调查了威胁电话和邮件 手提电话是偷来的 而且只给邮金打过电话 发过邮件的邮箱已经被注销 查到这里警察也查不下去的 没有任何线索 一段时间后发现案件毫无头绪 因为实在想不出凶手是如何完成这桩密室杀人案的 而且找不出任何人有嫌疑 因此最终警方的结论是 邮金一只为自杀 理由很充分 如果是他杀 凶手不可能离开后还能反锁办公室 警方发现吊死一只的绳子是活扣 可能是一只自己搬好绳索 套在脖子上跳到船口外 而不是被凶手吊在船外 但是自杀结论显然不能服众 很多人都不相信 包括一只亲属在内的人都表示 一只很热爱生活 此前也没有任何的异常 而且他当时正在创作小厨 没有理由这个时候自杀 大家认为一只不是自杀 一只此时穿着防弹椅 办公室内还有手枪 很可能是他预知到有人要杀的 所以提前准备防身 如果对于凶手是怎么办到的 人们无法解释 虽然最终被定性为自杀 但尤金一只密室悬案 真相如何 二三年来始终成迷 还有很多人有另外一种 更为有意思的解释 那就是意外 论点一意外不是自杀 也不是他杀 因为是他本人误杀了自己 这是个意外 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认为 尤金一只当时正在创作真餐小说 可能遇到了瓶颈 于是他将自己亲身体验下 以便让剧情更真实 于是他布置了整个现场 却不咬心失手 误杀了自己 办公室被反锁 绳子打着活扣 这些都证明 尤金一只的死不是他杀 如果真是这样 那一只对待创作真是煞为呼吸 连现场搏斗 墙上留下的小洞 这种细节都能真实的欢迎玩的 论点二 谋杀 尤金一只在很早之前就遇到了危险 有人打威胁电话 死的时候穿着防弹仪 随身戴着手枪 铁质指环套 辣椒喷雾 甚至在办公室睡觉 就是为了让危险远离家庭 至于凶手怎么离开密室 唯一的解释是 凶手通过爬窗窝爬到外面 13楼或者15楼 或者尤金办公室的左右房间 都可以有人接应 所有这种观点的人 不在少数 可惜的是 警察当时并没有看查 办公室的上下左右房间 尤金一只 到底是怎么死的 只有他自己才会知道 在我们看来 永远是个谜 如果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可以给我留言 我们共同探讨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转发分享给更多的人